我們說吹早 吹日早 吹三 睡到飽 我們臺灣過年的傳統 無論拜拜 也是表燒 朝夕 美美的價格 押移民宿的全港邀請老師 跟新住民小街 我們國春節奉書 也就機會了解 北國是安裝過年 老師從世界歲臺灣過年的傳統 讓這項新住民朋友了解 臺灣十歲的由來和意義 我們除夕的時候 通常過年會給孩子去押稅錢 還有守歲 你們有守歲嗎 圍路拿紅包 接下來就是 找一家村 找一人登後頭 但是外人登後頭出的日子 跟人不一樣 除了半年的時間 不完全休息 每一個國家 過年的傳統料理 也都有自己的秘書 臺灣接用來烤雞湯的 長年菜在外人的做法是用心的 如果滷肉陷脹 也是外人過年一定會吃的 但是口味很新款 我加紅松頭 蒜頭 跟辣椒 給它去醃 醃就好差不多一個小時 這可以是用那個焦糖下去炒 炒好就加椰子水下去 滷油有點鹹鹹甜甜的 馬上有三季等外人過年的老闆說 一開始不知道那邊的傳統 沒有不對 變成素來秋冬 發紅包的時間點也沒有什麼一樣 他說如果要發紅包就沒有準備 過年團年每一個國家都有不同的傳統 不然來臺灣的新族民 濕鄉水修 濕港水溫 臺灣人是有得完作為文化的刺客 也會好相瞭解 食材世界豐富的文化有貌 祝問南麥 身體健康 中天發財 接下來 尤其前夏桂林 先發起報道